现场来看到目前人处于三级警戒 雪霸国家公园也风圆了将近一个月 入园人数锐减 原本怕生的野生动物陆续陷增了 像是山羊 蓝富贤还有山枪 这些野生动物都自在地跑出来觅食活动 甚至会停留在管理站的咖啡厅门外 一片生机盎然 官物管理站咖啡厅近来空荡荡的 但是晚上却出现了一个意外的访客 一只山枪出现在大树下 好奇地往大门观望 转到白天 雪剑游戏区 由母山枪带着小山枪 在管理站的宿舍外散步 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指出 配合政府防疫风源一个月来 少了大批的山友和游客 反倒让野生动物陆续陷增 雪剑一个雪地管理站 当站的外面的宿舍 发现到山枪的母子在外面活动密使 除了山枪之外 巡山员还多次看到蓝富贤妈妈 带着小蓝富贤在桃山瀑布的步道逛大街 甚至连珍贵稀有的保育类动物 台湾野山羊 也来到武林农场西家湾西河水 可能是这段期间 国家公园内几乎没有人为干扰 让野生动物找回原本就该 属于他们的活动空间 因为疫情管制 游客没办法到园区登山游赏 雪管处特别举办居家防疫 看雪霸活动 想念山区的民众透过网路 也能够欣赏到雪霸国家公园 自然生态影片 甚至平常难得意见的野生动物 都会大方的出现在你的眼前 借张欣杰苗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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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